来到了广场 而就哭刺一下就放倒三名士兵 随后他丢给铁柱一把钢刀 此时铁柱也不再隐藏实力 钢刀甩出 哭刺一下扎死三个卡拉米 由于敌人上来得太快 他很快就被一群卡郎子给包围 只见他哭刺一个暴弃 一群卡郎子瞬间起飞 光当一脚踹飞三人 钢刀直接弹出 他反手接住 那钢刀箱的尖血 画出一个完美的线条 那国王都会看蒙了 怎么事 与此同时 翠花这边也遇到了大量的士兵 他单身三十年修炼的手术 此时终于派上了用场 由于敌人太多 两看就杀到他的面前 瞧着一下三根剑直接射倒三人 翠花摸了 回头一看 原来是那个傻子 他每一次发射都是三剑齐发 每一次射出都会有一群人倒下 突然 他猛的一回头 三根剑直接朝着翠花射去 三根剑不但擦过他的耳环 同时也射进了他的心里 解决了后面的士兵 他开始招翠花用剑 翠花跟着他的指点 两人拉弓射箭 瞧着一下 这次六剑齐发 对面的看完民瞬间倒下一大片 铁住零攻一跃 用弓箭勒住一个的脑袋狼 哭死一下 他钢盔都给干飞了 他转身挽住翠花的御守 两人完美配合 瞧着一下六剑齐发 剩余的找开来直接团队射死 随后他们来到外面才看清情况 城外屠屠有上百万大军 而他们这边却只有几百士兵 该如何应对 突然他看到了远处的牛场 似乎找到了应急方案 与此同时 敌军也已经展开了船面工程 他们推倒大树 利用大树的高度往上攀爬 眼看敌军就要攻来 铁住把剑放进火盆 然后拉弓射箭 突然远方火光一片 接着那大地都跟着颤抖 然后只见无数找着火的鸵牛冲了出来 他们朝着敌军直接撞出一条血路 许多小看的刚一出面 就死在了牛角之下 鸵牛跑过 双方开始正面招战 铁住走在最前 他身影突然一闪 两个卡拉米直接起飞 那翠花都蒙了 他怎么可以这么快 再看铁住 他双手把着牛背 终身一跃直接来到了牛背之上 从这儿可以看到牛串 后面还绑着绳子 而绳子的另一头 特色一圈子拿着钩子 铁住一下从牛背翻到石头上 反手接住两个大钩子 顺着木头装子往上奔跑 咔嚓一下将钩子定在木装子上 来到最顶 这里赫然是一个大水库 随着牛串的奔跑 绳子被收紧 哭斥一下就拉开了水坝 那河水喷涌而出 直接给他来个水漫山村 那百万敌军 在河水的冲刷之下 全被淹死 随后只将铁住踩着一个树疙瘩 慢慢滑来 没多大会儿就来到了城墙之上 这时一个老灯飞来 原来是太后命令铁住 将翠花抓回去 翠花一听愣了 直接拔箭问他到底是谁 然后接住士兵的火把 就砸上了铁住 那火苗直接点燃了他的外衣 最高龙丝穿着黄金战甲 瞬间斩漏在众人面前 大家听到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他们心中的战神 纷纷下跪生膜拜之力 此时铁住还认为 太后是在帮他提亲 至古美人爱英雄 而翠花也认为 他要嫁的男人就是铁住 我心中的战争 如果我成为战争 如果我成为战争 我会继续走 我会继续走 但我成为战争 成为战争 成为战争 美丽的女人总是会很幸福 但是她过桥时木板突然掉了 作为宠妻狂魔的铁柱 直接就跳进了河里 然后用身体为爱人搭起了一座肉桥 即使被女人蹬鼻子上脸 此时她也是幸福的 很快她们就回到了她的国家 本来认为这一切都会顺利成章 在太后的母爱之下为她们准备婚礼 太后也说让公主就站在她的男人身边 清花一听连忙上铁柱走去 可太后见状突然发火 这时她才知道 太后让她家的不是铁柱 而是她的哥哥段昆 她感觉自己被耍了 小脾气一上来对着太后就是一顿臭损 太后一听也急了 瞬间就让士兵将其拿下 士兵一听直接拔刀就上 忽然铁柱挡在了翠花的面前 这下所有人都愣住了 太后一听懵了 她没想到一项非常听话的小儿子 今天会为一个女人在她面前拔刀 太后也急了 她直接给了铁柱两个爽折 一次放弃公主继承王位 二次爽折王位放弃公主 俗话说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没想到铁柱也玩了一把不爱江山爱美人 太后听了她的反折很似失望 当场就算不把王位传给了断坤 并且择日举行加冕仪式 仪式举行当天 铁柱为哥哥在前面开路 那场面也是非常壮观 士兵也纷纷向他们的新国王 赛出最高的迎接礼仪 就连那大象都为之下跪 当太后为她戴上皇冠以后 她开始宣誓 但是台下为她欢呼的人 却寥寥无几 随后太后为铁柱抹上诛杀 戴上最高的将军头盔以后 她也要对国王与人民宣誓 她仅说了一句话 下面的百姓就开始沸腾 从那欢呼声不难看出 发货巴里铁柱在他们心中的位置 宣誓结束 台下的那海声久久不能平静 这次台下一个老头突然喊道 台上的每一个勇士 都在用他们传心的力气跟着呐喊 他们的声音赏彻整个国家 众人的欢呼声震着整个广场地动散摇 那国王的王位都被震得摇摇欲坠 那台上的咖喱罐子都被震掉了下来 大象猛的一跺脚 突然王座上的大伞倒下 铁柱大手一蹭直接将他接住 只将他轻轻一挥 窝住伞霸将他立在王位之上 那盗魂的脸都被气绿了 此刻他深深知道 即使他得到了王位也得不到民心 晚上盗魂看着眼前的王冠越来越生气 他深深感觉留下铁柱就是个威胁 于是两人决定用计将他铲除 还没感觉到危机的铁柱 每天只顾着和翠花腻歪在一起 却不知道危险正一步步靠近 不久后翠花就怀了身孕 所有大臣都纷纷过来送上贺礼 铁柱去迎接太后 可他却对铁柱爱搭不理 断空共死以铁柱要照顾妻子为由 解除他的冰船撤掉他所有职务 那翠花一听就急了 王位都让出来了 现在冰船也没了 他甚至就是对铁柱的一个阴谋 然后就问太后这是什么意思 接着他告诉铁柱 最后大家闹得不欢而散 这间翠花来到寺庙寄城 他看到一个思维对女人动手动脚 轮到他时 他直接把那人手指给剁了 因此翠花也被带到了皇宫等待宣判 爱妃被抓这还得了 很快铁柱就怒气匆匆赶来了 看着心爱的女人被铁链锁住 他瞬间就怒火燃烧 段坤让四位说一下事情经过 可铁柱一直在他后面转悠 这给四位吓得说都不会话了 然后他又过来熟问翠花 了解了来龙去卖 他当场就责备翠花 完了当庭杀人 虽然他被贬为了平民 可他在百姓心中 意识威望还是很高 谁受所有人的爱戴 这让段坤看到 直接对他起了杀机 用刀划伤自己的脸 只会设计一个穿套 来杀死自己的哥哥 接着段坤他小儿麻痹的爹 告诉太后这些刺客是铁柱派来的 太后听了仿如晴天霹雳 他不想看到国家内乱 于是找来二舅让他去杀了铁柱 二舅不同意跪下来给太后求情 他不愿意看到他们母子相残 最终还是答应了太后他来动手 这天有人告诉铁柱说二舅被处于火刑 铁柱收到消息快马扎点赶来 终于成功将他救下 但是背后突然射来一箭 他猛的一回头 只见无数箭语射来 他抱着二舅用身体为他挡下了所有弓箭 起身在看 对面赫然是一帮蛮人 为了救下二舅 他和这些人开始厮杀 他捡起一个大铁钩 铁链一甩直接干倒一群咔啦咪 然后将铁链抛向空中 铁钩越过大树 直接勾在一个大铁块之上 他拿着长毛凌空一跳投出 刚好将铁块扎到悬崖之下 铁链拉着大树带起无数咔啦咪的尸体 一条闪电击在空树之下瞬间爆炸 那大树在烈焰的燃烧之下轰然倒塌 直接点燃地上的杂草 烧死无数咔啦咪 就在他和剩余的咔啦厮杀之时 没想到身后的二舅却拿起了屠刀 来到铁柱背后一下刺穿了他的身体 二舅拔出钢刀 铁柱彻底倒下 他告诉铁柱黄命难违 而铁柱也并没有怪他 在他临死前 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最后他接过二舅递来的配刀 将刀插在地上单膝下跪 此时他面对的方向证实他的祖国 说完这句话 他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突然远方又出现一个高大的人影 是段坤 就算铁柱死了 他也没打算放过他 这个猝神又对着铁柱的尸体 连砍了几斧 然后他还说这一切都是他的计划 而就这时才明白了过来 他找到太后并将事情告诉了他 这时太后也反应了过来 但是已为时已晚 得到消息的百姓 风涌来到皇宫之下 与此同时 刚生完孩子的催花也赶了过来 太后愧对他们母子 跪在了他的脚下 而城墙之下 百姓们都在询问 他们那神的下落 这时太后慢慢走了出来 阿مرendra Bahubali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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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就拿起婴儿的脚放在头上 也发誓永远效忠 段坤听到当场下令 对他们赶尽下绝 眼开一群四兵从来 而就一把推开段坤 双手用力栽下厚厚的大铁门挡住了四兵 太后 这样情况不妙 赶紧拉着翠花逃跑 由于翠花刚生完孩子 根本跑不动 她只能带着婴儿从密道先走 结果刚到广场 就被段坤一箭射中 掉进了河里 而翠花这边也被段坤生擒 最后婴儿并没有死 太后在强大的精神自助下 用手生生托起了她 好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接着讲 瞧解读长大后 回来复仇的故事 结束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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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